以佛陀和阿难尊者的对话 建脉法师为大众开示 所谓的本性 本心 《楞严经》记载 阿难尊者在修道的过程中 对于人的真实面目 就是极强心性的说法 感到疑惑 因此请佛陀开示 大圣不恶法门的原教教法 舍望正真 佛陀就用这个八项四对 明暗通色 同意清卓 这八项四对 这能够代表整个万法 那这所有的万法 它都有它本所因处 像这个明是因为有太阳 所以有这个光明像 所以这个光明像 还给这个太阳 黑暗像还给这个黑月 乃至于这个清明之相 还给这个雨后天行 这个都是可还的 那我们的建经 我们这个建信呢 它能够跟什么而还吗 如果它是随着明而还 那这个明灭掉了 我们应该看不到暗像 但是我们实际上明暗通色 亦同清卓 我们同时都是可以 就是这个建信不会因为 这些万物的千差万别 而有所改变 当我们听到一句赞美的话 觉得很开心 但是过一会 开心的心就消失了 表示喜怒哀乐的感受 来自于外面的成员 并不是本有的真正自己 显见不还 是要告诉我们 不要被外境所转 要知道什么是我们的主人 才能从不被外境转 进而认识我们本具的心性 法界新闻参谋章刘明明 高雄采访报导